水的形态变化 这次的内容有 1.水的形态变化 2.物质的形态变化 3.云和雨的形成 水的形态变化 水可以是固体或者液体 或者气体 水可以在这三个形态转换 水的形态变化 融化 当冰块受热时会融化成水 也就是从固体转换成液体 这是一个受热的过程 凝固 水打到冰点时会凝固成冰块 也就是从液体转换成固体 这是一个散热的过程 水的形态变化 蒸发 沸腾 水吸收热量后会蒸发成水蒸气 也就是从液体转换成气体 这是一个受热的过程 凝聚 当水蒸气冷却时 会凝聚成水 也就是从气体转换成液体 这是一个散热的过程 物质的形态变化 融化的冰块 这叫融化 它是一个受热的过程 从固体转换成液体 晾干衣服 这叫蒸发 它是一个受热的过程 从液体转换成气体 吹干双手 这叫蒸发 它是一个受热的过程 从液体转换成气体 沸腾的水 这叫沸腾 它是一个受热的过程 从液体转换成气体 凝固的冰棍 这叫凝固 它是一个散热的过程 从液体转换成固体 盖子底面的小水珠 这叫凝聚 它是一个散热的过程 从气体转换成液体 杯子外壁的小水珠 这叫凝聚 它是一个散热的过程 从气体转换成液体 云和雨的形成 云和雨的形成 与水的形态变化息息相关 水在地球表面和天空之间 不断循环着 这个过程被称为水循环 从液体转换成气体 在阳光的照射下 海洋 河流和湖里的水 不断地蒸发成水蒸气 升到空中 从气体转换成液体 空中的温度较低 所以上升到空中的水蒸气 凝聚成小水滴 小水滴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云 液体 小水滴不断聚集而变得越来越重 当它们再也无法漂浮在空中时 便会降落 形成雨 液体 雨水降落会流入江 和 湖河海也会渗入地底 降落的雨水又会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水循环能够维持地球水量的平衡 并让所有生物继续生存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